余銘,他要分享的是蕭詩中的台語 掌聲歡迎他 大家好,我是曉公 大家還是叫我曉公就好 因為要解釋我的名字跟這個姓氏 是不是有點麻煩 因為是少用字 那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蕭詩中的台語 我剛才想到就是剛剛所講的這個 就是因為我們已經超過這個 本集會的預算年齡 所以呢,但是我認為呢 我們超過這個年齡 我們可以負起一個帶領的責任 所以我就這個後整理 上來跟大家 我會常常來跟大家分享 我所觀察到的一些東西 今天要講的是蕭詩中的台語 關鍵字是巨蛋台語 你的名字 緣起 第一個是巨蛋巨蛋巨蛋 為什麼會連續三個巨蛋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來過高雄捷運 搭高雄捷運到巨蛋站的時候 你們會有三個語言的發音嗎? 大家可以告訴我他們是怎麼說的嗎? 四個語言,我們先把英文的列去不論 大家可以告訴我 國語的巨蛋怎麼說? 巨蛋 台語的巨蛋怎麼說? 巨蛋 客家話的巨蛋怎麼說? 巨蛋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真的 那個台語跟客家話 對巨蛋的發音都只是巨蛋嗎?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個是 當劇院聽你用台語罵髒話 大家都笑了 大家有沒有去看過大雲捷運嗎? 有 大家有沒有去看沙普雷特 可能就比較少 因為沙普雷特票很貴 我之前就衝著它是最後一場 所以我去看 當他裡面有一個不是很重要的角色 對別人的指責的時候 他一時之間沒有詞可以講 這時候他就做了一個讓大家都笑的動作 他就是用台語罵出暗陰陽 所以他就罵出來了 然後第三個是 LIDAR 拖拉庫難以切割 我們應該知道說 LIDAR這個其實是日文對於打火機的發音 拖拉庫也不是卡車 也是日語對卡車的發音 這個東西已經變成台語的日常使用的一個習慣 再來是國語講得太標準 會不會亮成很怪 這是我小時候國中的一個經驗 就是小時候國小的成績還不錯 所以講國語的非常的標準 到了國中有一天 老師問我說 你是不是壞小男 第一個是因為我的姓氏是比較少的間 那第二個就是 因為真的講得很標準 所以老師就說 你是壞小男嗎 但他沒有什麼其他的 他只是想要去領 去領我的身份這樣而已 他沒有什麼其他的 神奇經驗 再來 這個主題它涉及政治跟民主 會很難理性 所以不知道跟大家講 我為什麼會講這些東西 當然是因為 我個人有點民主意識 但我不希望造成独權的對立 我是希望多能夠保留我們自己的文化 然後讓大家有一點思考 所以文創的文在哪裡 因為現在都流行在講文創 那麼文創的第一個字是文 那我們的國語是什麼文呢 然後 最後呢 就是要說 如果你連台語都說不好 你何必熱切的學位跟什麼 當然這要分組群 如果你是客家話組群 或者你是這個原住民朋友 你也不一定是要很在乎這個議題 但我相信目前講台語的 否判還是在你大國處 好了 我們就先來談談國語的解釋 為什麼 因為包括我現在用來介紹台語消失中 都必須要用國語講得很清楚 我可能沒辦法用台語很冷淡的 就跟大家說 共義的感受 清掉過雷的時候 人家清掉的光是怎樣 雖然我可以講 但是也許大家也會明明 我們就用國語講 就是說 清朝末年的時候制定的國語 是我們現在所慣用的國語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它不是清朝末年制定的 它其實是 這個國民政府推文版清 但是在清朝那個時候 它的官方語言其實就是很接近 我們現在講的國語 那個時候呢 國民政府推文版清以後 其實國民政府它的力量不是單一的 它是由各個地方的勢力 軍法什麼之類的 結合起來 所以大家最慢感情之後 是在馬子政權奪利 誰要出來當這個大總統 誰要復聘之類的 一大對口 一大大事情 所以沒有人去注重這個 所謂文化的事情 那為什麼我會說 這個國語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如果去考究一下 發現台語在更早期一點 它是這個所謂這個國家的官方語言 比較接近 沒有說滿個字法 那為了要推行國語 其實一開始國語是要被推行成 用羅馬皮去教大家的 大家看到說我們現在用台語來 用羅馬皮來標台 大概類似那個狀況 但是有一個人長太遠 他說 他說 這樣子不對 因為 這個 我們的文字是行音異 三者合一的 如果你用這個羅馬皮去標注它 會造成後人在學習 漢字的一個困難 所以他就制定了這個標準符號 那拜託符號 這是一個這個註音符號 註音符號 註音符號就是說 我們的國字其實有形符跟生符 比如說這個破字好了 它就是從石形然後發破 它可能原來的意思就是 從一顆石頭鋪開來 表示那個印象叫破 那皮的這個形狀 皮的這個發音跟這個破 就是對於古科的糠 它是取它的生符 那這是一個例子 那就是所謂的行神字 講一個比較簡單就是說 薑水的薑 薑水的薑 不行這個講下去 所以拖太多時間了 那我先跳過去 所以 國語 國語就是在那時候 由張太遠制定了注音符號 然後把這個國語怎麼樣去念 當然後來還有修改 因為畢竟第一次製作的版本 不是最完美 那後來經過很多學者一起努力 變成我們現在的軍運符號 然後 國語政策 就是後來這個國語政策 來到台灣飛行 這個 一定要大家講國語 然後包括說你講台語 會被發解什麼之類的 所以呢 現在大家真的都講國語了 我印象中 我小時候在鏡頭下 我聽到這個年輕一輩的 講話跟他的爸媽媽是一樣 不是講台語的 但是我現在回到家 我是嘉義人 我回到家 我聽到年輕一輩 他們在交談 也全部都是用國語 那我相信這個 台語是正在小時候 包括上夜看到巨蛋巨蛋巨蛋 因為我們不常用 台語來講很多的事情 不常用它來面對所有的狀況 所以你必須就變成遷就了 那漢字它存在三次秒危機 第一次就是清朝這個入關的時候 本來呢 有可能漢字是會沒有的 但是因為他們在考量說 他沒有統治這個漢人 還是沒有辦法完全的 用他們滿足的文字 所以就變成遷就 知道後來變動的方式嗎 民國的時候呢 其實不是只有共產黨 才要把這個國字弄成解體制 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所有的這個 包括在股市運動的時候 學者們也都是認為說 我們要向西方學習 最好是能夠用這個拼音文字 所以要把這個漢字都改掉 變成這個簡化 是後來來不及做 到了台語台以後 要跟那邊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保留下來 所以大家要集中 我們用漢字實際是一個 沒想到 第三個是電腦 大家可能沒有想過 電腦是一個用英文去做 基本的那個 寫字的語言 那麼他要怎麼樣選擇漢字 這個當初 遇到了很大問題 所以呢 是經過一堆人的努力 他才能夠做成現在這個樣子 那最後呢 所以我反對用漢字學台語 就是現在這樣 因為台語他跟漢字是可以接合的 你跟漢字脫節了以後 變成說裡面有很多的文化團結 不是 肉是掉的 好 那麼最後剩下一分鐘不到 所以我說講古天五天會走過來 張太太也是誰 我們就先跳過去 然後我們就用 為什麼會講這個 我們就用台語的一些生活上的應用來證明說 它真的是跟古早的歷史比較接近 就是說 煮東西 我們家裡面在煮東西的那個 大廚鍋 叫釀對不對 那你們知道我們考古出來的 古時候四五千年的人用的東西 那個也叫釀 但是現在幾年就是釀 用什麼字 這個字 如果你國語的話 沒有用釀的這個字在那個行徑上 所以這是第一個證明 第二個證明就是 大家有辦法唸 這是哪個字台語嗎 電腦 電腦 吹電嗎 吹笛子 這個 爐笛嗎 爐笛嗎 為什麼會舉這個例子 因為我發現 我們以為笛子是這個軸子做的 但其實不是 它是這個做的 但是它是它的一種 所以這三個同樣都發音 這個東西在現場的時候 在台語也沒有發現 所以證明 這個東西 它是比較接近武漢 然後最後 金豬吃錢 金賣吃錢 這是有押韻的喔 你不要以為是沒有押韻的 但國語也看不出來 這是第三 這誰說的 孟子說的 孟子距離現在多少年 好像快要兩千年了 對不對 還是超過 對 好 最後 你會用台語電腦的名字嗎 如果你不是 你不是閩南族群 OK 那不所謂 可能他們都是外資人 那不所謂 我覺得這是 好像 不可能的 你試試看 我不知道 也許有天哪一個 獨裁者是閩南的人 或是台灣人 但搞不好就改過了 不一定 所以最後 別在CCR 實習你的文化資本師 因為CCR 一直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自己的文化 多數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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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